請問你跟我們講一下今天擊球的狀況 今天爬上率很高 然後救了很多推桿這樣 救了 那你當初在打這個球場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樣的策略在打這個球場 這個球場 基本上風也蠻重要的 對啊 我覺得距離都要算夠 對 那你今天打了四隻鳥是不是 對 那你覺得你執行最好的地方是在哪裡 我覺得整體來說應該是 差不多多 開球也不錯 都放在很好的位置 然後短幹的距離感啊 那些都抓得很好 對 所以推桿也是幫我很大的忙 對 那我們知道說你已經連續兩年 去得了日群賽的狀況 那其實這件事情是不是對你來說 其實增加蠻多的信心對不對 對啊 都有啦 你可以彈一下嗎 對啊 因為畢竟在國外打球 他們的水準很高 然後像回台灣可以打冠軍留在台灣 所以你自己所能這樣 打得很開心 然後很多粉絲來幫忙加油 很開心 那個事情韓國大金壓制 包括說世界排名前六十年 原來的職位這樣 那你會不會緊張 還是覺得還OK 有啊 一開始就是 鎖定那些目標 非常就是 知道他們都很厲害 所以台灣其實我不能阻礙 那你明天的動作會有怎麼樣的策略 明天嘛 今天就是今天好 然後明天又是新的開始 我覺得不要想太多 對 然後明天還是盡力的去 做一些球場攻略啊 或是看一下明天的風 明天的鼓鼎的狀況 對 再做判斷 那你有沒有設定明天要打幾單 很難說耶 對 當然能比今天好是當然最好 對 嗯 OK喔 好 謝謝 謝謝 我應該先談一下今天的狀況 我覺得我今天18動打下來還 非常的不滿意 嗯 今天 其實這從去年 不是去年 上個禮拜東方開始 就自己的狀況其實沒有非常好 然後一直延續到今天也沒有到 太好的 那 嗯 今天 就是鐵桿發揮比較不好 所以 離洞都比較遠 那 又有兩個 算三推的失誤吧 對啊 自己還蠻懊惱 也蠻生氣的 覺得國靈很難嗎 我覺得還好 然後 嗯 有幾個下坡 的那種 三四十那種轉折還蠻困難的 因為像我今天就 呃有在十五動 那一個 大概才三次吧 可是 可是就是要抓到已經要洞外去了 然後又大下坡 所以就是非常難去抓那個速度以及角度 所以 那個我也沒有推進去這樣 所以我覺得在下坡 的推開還蠻難的 嗯 因為 呃去年年底就是裙擺那個時候的狀況就是 算還不錯 嗯 但是 就是經過這段時間到 今年新的開始 自己的狀況好像又有點 沒有維持住 這個原因 在這個 這段時間你有沒有做了什麼 調整 呃 我 其實 其實從裙擺到現在也過蠻 蠻 蠻長一段時間 那 呃自己其實狀況 就是 自己的揮肝動作其實都知道問題出在哪 就是 只是可能 呃 就是沒有辦法去執行的這麼好 那 呃 又加上我 呃有換球肝 但是 就是鐵肝的距離 拿捏上還不是這麼的熟悉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有影響這樣 那換球肝 還是換不同的 不同的廠牌還是什麼 呃 不同的廠牌 嗯 也有換感身 打起來感覺可以嗎 嗯 打起來感覺還是很好 對啊 然後腿肝 還是差一點點 但其實前九洞推的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 還是要慢慢的去克服 後九洞有打 有兩個三推 但我覺得 呃 整體下來當然是可以 就是以成績來講 當然是可以更好 但我覺得 自己在打球起來真的 打得蠻開心的 打得很好 就 其實推桿這個 這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要 就是慢慢來 但是我覺得 前九越來越好 然後 希望 明天可以一直練都 就是慢慢的 就是可能每一天 越來越 就是 越來越進步 十二年前 打這比賽 葉宇球員 嗯 這次在打這比賽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感受 感覺很不一樣 因為其實十二年前 葉宇你什麼也不知道 其實也不知道 這個台灣公關賽的這個意義 還是 也不知道這些選手有多強 就知道他們是 很多韓國來的選手 但我覺得 這場比賽 就是又重回 就是又舉辦了 那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就是 謝謝高協 我覺得可以把這場比賽 又再重複的舉辦 然後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我們選手應該要更去 珍惜這場比賽 那我覺得是一個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很好的訓練 因為畢竟韓 他們的強度 我覺得非常強 那我覺得 這樣也可以提升 我們選手自己的強度 那我覺得 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大家好 我是 우지翔夫 我是第一次來的 我第一次在香港 第一次來的 所以我覺得真好 很開心 也謝謝你 來這裡 吃來 大家好 我是 우지翔夫 這是我第一次來的台灣比賽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进场为我加油 这是他在台湾的第一回合 那当然一开始有点紧张 有点担心自己打不好 但是今天整场下来觉得还OK 还可以 那需要明天继续加油